各位大家好,我現在身處在佐敦會 即是前身有嘉莉大廈 我現在的樓層就是當年大波的樓層 這一層就變成了什麼? 教會來的 當年很轟動的相片就是有個人 潑潑地消死在窗門上 就是這個樓層 看下去就是這樣 看到全景了 就有人當年在跳下去 就死了 對面是一些堂樓 天王女寫在旁邊 我們就稍微高了一點 周深深大家在旁邊 那邊就是這樣 對面就是敬歷劍尾中心 又發生了好像有五個人死亡的火災 還看到那些分散了的牆壁 那這裡就寫了一條人命死於一個人 就在這個位置 那 並沒有任何特別的事情 就變成了一間教會之後 都沒有特別 有猛鬼的傳聞在這裡發生 下面都是一些基督教的位置 那當年就說 有著名歌手就說 見到這個異道空間就有一個 見到一個火災之後的現場 那就 那就 解釋不到的 這些東西都 那 有兩層 那 最高那層就變成了什麼 體驗中心 變成這樣 變成了教會 可能百無禁忌就租了這一天到 給教會來做 崇拜 那 這些都是說全福堂 那 平時都應該不是崇拜 就像今天這樣都沒有什麼人理的了 那 那 之後就 還有一些傳說 就說 有些人打外賣 去報警 說 有火燭 誰知道茶班呢 就是加利大廈的電話來的 但是就已經發生了火警的了 那就不應該會有這個電話的存在 那麼 當年如果有人在那裡跳下去的話 需要的勇氣要幾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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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福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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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條人命 裡面有這麼大 照舊也是這樣 八九十三層 真的特別 沒有什麼感覺到 大火現場 這幾層樓 變了教會 真的沒什麼特別 並沒有任何有頭痛 聽到聲音 這樣的情況發生 對面的堂樓 這裏 另外一邊來的 不是尼頓道那邊來的 其實再下去 應該 剛才看到有一間 學英文的店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層 這裏租不出 這裏 健康生活 又是醫生 沿著下去 還有一間 就是玩什麼呢 其實是一間工業以外 就是加利大廈清拆的時候 有個氣磚爆炸 炸斷了一個工人的手 這裏 學英文 這裏 就是這樣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看了 在一個佐東會的商場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是